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这周末,波音的STARLINER太空舱将进行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测试 以确认其能够安全地将两名宇航员带回地球 尽管在任务初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氦气泄漏和推进器性能下降 官员们表示,他们已进行了数周的测试和分析 这些问题将在周末的测试中得到进一步检查 确保推进器和氦气系统的稳定性 NASA和波音正在全力以赴 目标是在8月底将宇航员安全带回地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周末,波音的STARLINER太空舱正面临一次至关重要的测试 它的成败将直接影响两位宇航员能否安全返回地球 这两位宇航员分别是STARLINER指挥官Barry Butch Wilmore和副驾驶Sonita Williams 他们都是早期空间站访问的老手 这次测试是由于在任务初期出现的技术问题所引发的 这些问题让原本预计一周的任务延长到了近两个月 在6月初,STARLINER太空舱成功地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但随后发现了氦气泄漏以及推进器性能下降的问题 这些问题迫使NASA和波音进行了数周的测试和分析 试图找出问题的根源并加以解决 NASA商业载人计划经理Steve Stig在周四的记者会上表示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定返回地球的具体日期 但他们在解决技术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我们正在取得很大进展 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宣布具体的返回日期 Stig这样告诉媒体 这次测试的目的是检查STARLINER的推进系统和氦气泄漏情况 具体来说 测试将包括在STARLINER的服务模块中热火27个推进器 以确保它们在脱离和载入期间能够按预期工作 并行测试也将确认推进压力系统中已知的5个氦气泄漏没有恶化 这次测试对于STARLINER来说至关重要 加压氦气是用来将推进机推向推进器以点火 而推进器则需要在脱离后重新定位STARLINER 并在飞船脱离轨道进行载入和着陆时保持稳定 我们将通过多次脉冲点火所有这些推进器 以确保在脱离前 整个系统按我们预期的方式运行 就像我们上次检查时一样 Stig解释道 此次测试的成功将为接下来的飞行准备审查铺平道路 这是一个向高层管理人员概述问题 以及飞行理由的过程 即显示问题已被理解 且不构成可信安全威胁的分析 STARLINER的首次载人测试飞行于6月5日进行 在随后与国际空间站的会合期间 检测到多个氦气泄漏 其中一个在发射前已知 以及5个后向推进器 未按飞行软件预期运行 为了找出问题的根源 波音将另一个STARLINER的飞行推进器 带到新墨西哥州白沙的NESA测试设施 并进行了两次会合序列 模拟了在鬼STARLINER经历的情况 以及5次返回地球的下坡场景 观察到类似的推进性能下降 当工程师拆解 测试推进器时 发现一个特弗龙密封件略微变形 可能是由于暴露于一种推进剂 四氧化二氮 Stig补充说 团队正在检查那个推进器 看看那个特定的密封件是否能在剩余的飞行中存活 如果你看看 我们对那个推进器所做的测试 它显示我们可以在5次下坡腿中存活 所以我们正在确保那个密封件保持完好 至于氦气泄漏 Stig强调飞行控制员 在早期的轨道测试中加压了系统 已知的泄漏没有变得更糟 所有泄漏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我们将在本周末检查氦气泄漏情况 然后在脱离前重新加压系统 并检查氦气泄漏 我们正在确保所有这些都得到覆盖 当Starliner起飞时 其电池在太空中的额定时间位45天 根据其在轨道上的实际性能 这一限制已延长至90天 周四标志着飞船在太空中的第50天 Stig表示Willmore和Williams可能会在8月底返回地球 波音Starliner计划经理Mark Nappy 则对此表示非常有信心 我非常有信心 我们有一个好的飞行器可以带回宇航员 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下一步措施 向所有人展示这些信息 这将导致机构审查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一周要做的事情 这次测试和审查的结果将决定 Starliner能否在载人航天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并为未来的任务奠定基础 NASA和波音的工程师们 正在夜以继日的工作 确保每一个细节 都得到充分的检查和验证 对于这一切 无论是NASA还是波音 甚至全球的航天爱好者 都在拭目以待 他们期望 看到这次测试能够顺利通过 让Starliner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使命 将两位宇航员安全送回地球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波音的Starliner太空舱 面临一系列重要的测试 以确保它能够安全地 将两名宇航员 从国际空间站ISIS返回地球 这些测试的目的是 解决在先前任务中发现的技术问题 包括推进器性能下降和氦气泄漏 Starliner太空舱 是波音公司为了参与NASA的商业载人计划而开发的 该计划旨在通过商业合作伙伴 将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 Starliner太空舱的首次载人 测试飞行于2023年6月5日进行 然而随后的任务中 发现了多个技术问题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氦气泄漏 氦气在太空舱中用于将推进器推向推进器 以便点火和控制飞船的位置 氦气泄漏可能会影响推进系统的性能 从而威胁到宇航员的安全 这些泄漏在发射前 已经部分被察觉 但在与ISS会合期间 又发现了新的泄漏 另一个问题是推进器性能下降 Starliner太空舱的后 向推进器在会合期间 为按预期运行导致了进一步的测试和分析 最终发现推进器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以及快速点火序列可能导致性能下降 进一步的地面测试显示 这些推进器的特弗龙密封件 在接触四氧化二弹推进季后变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波音公司和NASA计划进行一系列测试 包括在服务模块中热火27个推进器 以确保它们能正确运行 以及对推进压力系统中的 氦气泄漏进行检查 这些测试将在本周末进行 如果没有重大意外 NASA将进行飞行准备审查 以确定是否可以安全进行返回地球的操作 Starliner太空舱 目前已经在轨道上运行了50天 其电池在太空中的额定时间位45天 但根据实际性能 这一限制已延长至90天 按照这一进展 宇航员Wilmer和Williams 可能会在8月底返回地球 这次测试的结果将是决定 Starliner能否成功完成 其首次载人任务的关键 如果测试成功 这将代表着波音公司 在商业载人计划中的一大步进展 也将为未来的商业载人任务 打下坚实基础 这次测试的成功 也将为NASA提供更多的选择 以确保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 能够安全地进出太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波音的Starliner太空舱 可谓是宇航界的凤凰涅槃 尽管一开始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 但它展示了恢复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就像是历史上的大作战 二战中的诺曼底登陆 出其困难重重 但最终取得了成功 Starliner的测试和修复 正是这样的智慧和毅力的体现 楚天书 你这比喻可真是幽默 但要知道 Starliner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 更是信任上的挑战 这就像是特洛伊木马 外表光鲜但内部问题重重 即便是波音 也不能保证每次都能避免这些木马 谢琪琪 这样说可有点苛刻了 难道你忘了阿波罗13号的故事吗 当时太空舱爆炸 但NASA的工程师们坚持不懈 最终成功把宇航员安全带回地球 Starliner也是如此 它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 只需要时间和智慧 楚天书 你这可是阿波罗13号情怀啊 但现实是 Starliner的每个技术问题 都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和风险 根据报道 波音公司已经因这些技术故障 而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这真是得不偿失 谢琪琪 你这个数据可真是开眼界了 但要知道 科技的进步总是伴随着风险和成本 摩根·弗里曼曾说过 成功不是终点 失败也不是终结 最重要的是勇气 波音和NASA正是以这样的态度面对挑战 并在不断改进 楚天书 你这引用真是点睛之笔 但是 勇气固然重要 但信任更加重要 当人们开始质疑波音的能力时 即便再多的勇气 也无法挽回失去的信任 这就像是罗密欧与朱利叶 信任一旦破裂 再多的努力也无法弥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了 大家都做好了吗 咱们这次要聊的是波音的STARLINER太空舱 这个小家伙目前正面临一系列关键测试 你知道吗 这个太空舱必须证明自己能把宇航员安全送回地球 否则可就麻烦大了 上次STARLINER刚和国际空间战会核实 竟然发现氦气泄漏和推进器性能问题 搞得人心惶惶 这些问题让官员们忙了好几周 原本计划的一周任务都被拖成了两个月 不过 咱们的宇航员Wilmore和Williams可没闲着 这两位老将早就习惯了太空生活 反而乐在其中 NASA商业载人计划经理Steve Stick表示 他们正逐步解决问题 但还没准备好宣布回家的日期 这就像在等待一份完美的蛋糕出炉 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这周末 STARLINER将进行两个关键测试 一是热火27个推进器 确保它们在脱离和再入时能够正常工作 二是检查推进压力系统中的五个氦气泄漏是否稳定 这就像一次大考试 一旦这些推进器和氦气系统通过测试 NASA就能进行飞行准备审查 向领导曾展示问题已经被理解并且不会威胁到安全 再说说这些推进器 它们可是STARLINER能否顺利返航的关键 之前在会合时 推进器出现了一些问题 甚至有些推进器还失败了 于是 波音不得不把另一个STARLINER的推进器 送到新墨西哥州进行测试 模拟了在轨道上的情况 结果发现有些推进器的特弗龙密封件被变形了 这可能是由于曝露在某种推进器中 说实话 这些技术问题搞得工程师们挺头疼的 但它们也不得不一个一个来解决 毕竟人命关天 安全第一 这不 这周末它们要检查氦气泄露情况 确保所有系统都能正常运行 你就当它们再做一次全面体检吧 保证没毛病才能放心上路 至于STARLINER的电池 起初设计的在太空中可以用45天 但现在已经延长到90天 这意味着尽管飞船在太空中已经呆了50天 Stick表示Wilmore和Williams很可能能在8月底成功返航 这真是好消息 毕竟大家都希望它们能安全回家 总的来说 这次STARLINER的测试和问题解决就像是一场高难度的马拉松 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但也充满希望 NASA和波音的团队正在努力确保一切顺利 让我们一起期待它们的成功吧 不管怎样 这都是为了让宇航员能够安全回家 这才是最重要的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